花样游泳夺金,中国队收获200一金 在2023年杭州亚洲运动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 中国队获得了金牌 这枚金牌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节亚运会上的第201枚金牌 同时也是四川运动员在本节亚运会上的第17枚金牌 中国队的孝燕宁和向冰雪在比赛中表现出色 为中国队夺得了这枚金牌 花样游泳项目分为双人和集体两个项目 集体项目又分为技术自选 自由自选和技巧自选三场比拼 最终总成绩决定奖牌归属 中国队在比赛中一直表现出色 特别是在技术自选和自由自选比赛中 他们取得了高分 确保了金牌不会被其他队伍夺走 中国花样游泳队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他们在亚洲地区具有超一流的水平 他们的得分领先第二名日本队将近38分 领先第三名哈萨克斯坦队205分之多 实力非常强大 中国花样游泳队在备赛期间 加大了训练强度和难度 努力提高每个队员的表现 确保动作精准和整体表现稳定 他们还进行了难度和战略调整 以应对比赛中的各种挑战 这枚金牌不仅是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本届押运会上的一个辉煌成就 也是中国花样游泳队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积累经验和展示实力的重要一步 他们将继续努力为中国体育争光 他们将继续努力为中国体育争光